总指挥长同志 我们奉命执行 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 准备完毕 请您指示 中国人民解放军 航天员大队 航天员陈东 航天员刘洋 航天员蔡旭哲 出发 是 敬礼 北京时间2022年6月5日 7时56分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 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 总指挥长李尚福下达命令 陈东 刘洋 蔡旭哲 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即将开启为期六个月的飞行任务 神舟十四号程组执行的是 空间站建造阶段 首次载人航天任务 他们将载轨驻留六个月 载轨期间 三名航天员将迎接 问天实验舱 梦天实验舱 天舟五号货运飞船 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 等四个航天器的到访 要经历多次交汇对接 完成两个实验舱的转位任务 以及各种设备安装调试等 其实建造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 将三个航天器连接起来就算是建成了 那么中间有很多的调试 安装 维护的工作 那么当然也包括舱内的这些设备 其实也包括舱外的设备 那么就是未来 就是可以预见 那么就是说我们 问天号舱和梦天号舱入轨以后 其实我们神舟十四号的乘组 它也会有很多的这个 舱内和舱外的安装的工作 那么舱外的这个安装的这个工作的话 如果要是开展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复杂性和要求 应当说就会比我们的这个之前的 神舟十二十三乘组要更加复杂 那么这个肯定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神舟十四号乘组任务兼具 将面临多个首次 除了将首次完成三舱的组装建造 并进驻两个实验舱外 还将首次利用气闸舱来进行出舱活动 我们的这个问天入国以后 它的这个主分气闸舱更加宽敞 而且它是专门为这个 我们的出舱活动设计的 要注意到就是说呢 整个的人类的这个出舱活动技术 除了这个汤马航天服 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体部分以外 那么气闸舱技术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项关键技术 它里面有很多的支撑保障 等等这样一些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我们也对它进行验证 而且它的出舱口是朝下的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就是更接近于一个 我们就是正常出舱时候的这样一个状态 5 4 3 2 1 点火 起飞 起飞 北京时间2022年6月5日 10时44分 搭载神舟14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F1 14运载火箭 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约577秒后 神舟14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 进入预定轨道 飞行程组状态良好 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此次任务期间 中国将全面完成 以天河核心舱 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为基本构型的天宫空间站建造 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 问天和梦天实验舱入轨以后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科研机会 是在这两个实验舱上的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 我们在驻站的航天员 它所要从事的科研活动 它的种类和范围会有极大的增加